我們現在要來裝置互聯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是不是有多人控制 所以多人可以控制一個 當然你要控制兩個三個隨便 可是現在我們是希望裝置之間可以互動 比如說左右鄰居 我們剛講的你就借用Device ID借他 那你的光明借他 還是你的三色人力借他 當他的光明電阻比較暗的時候 就亮你的燈可以嗎 這樣不行嗎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常是這樣子 因為不會是同一個裝置 比如說我們的門領好了 我可能是在外面偵測 可是領想的是不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去外面買那個門領的時候 他不是分成兩組嗎 一個是外面偵測的放在門那裡 一個是在裡面想的 這樣合理嗎 所以我們會不會中的也可以玩這個 而且 而且 沒電了 而且你可以就是 不用 Coding 不用Coding 謝謝謝謝 不用Coding 所以呢 我們就來用看看這個怎麼做 那一樣的 您把剛剛那個 就拿來 可是呢 這個我先拿開 這裡我拿開 因為我們一個開發板 提供三色LT燈 一個提供那個 那個光明電阻 所以我們現在開發板 要兩個囉 你看我從這邊 開發板 控制裡面的開發板 我再拉一個出來 有沒有 我先把互動的這邊先關掉 我現在兩個開發板 我現在兩個開發板 一個負責提供三色LT燈 一個負責光明電阻 這樣可以嗎 那這時候 左右鄰居感情好不好 就要看這裡 device ID 所以你就要借用一下 不要那麼可憐 直接拿自己的 然後再放一個進來 有時候我們上課會 遇到同學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跟別人借 然後就用自己的這樣玩 雖然你可以玩 但是這樣 比較沒有意思 但是重點在這裡 串點 這個 這才是重點 我們剛剛協同控制是不是 勾後面這個 多人控制一個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協同控制 我是要讓它串連起來 也就是說 各位我們都知道 電池可以串連跟並連 串連的意思代表什麼 中間有一個段 後面會不會 後面會不會作用 不行喔 所以表示 如果把串連勾起來 這兩個裝置 只要有一個不在線上 程式不會執行 這樣合理吧 因為有一個斷掉 表示沒有串連成功 那我寫程式也沒有用 所以現在 這樣子 你先把原本的程式先拉開 沒關係 就放出來 這樣子的話 我把它串連起來了 等一下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顆 我比較可憐 我就自己跟自己玩 呵呵呵 好 那串連好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要做我們剛剛那個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們開發板 控制裡面的開發板 有沒有發現 當開發板串連完成才執行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兩個裝置都有在線上了 也都ok了 我就做我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原本是在一個開發板做的積木 我們就把它拿到這邊來 就把它拿到這邊來 所以我現在把它拉出來 這樣有沒有ok 可以嗎 可以對不對 那一樣的 因為我需要看到那個數值嘛 好 有沒有人 要借我你的 好 所以 我看一下 對 我就借用你的光明電阻喔 所以我在這邊打入它的 十 欸 你的這個X不知道大寫還是小寫 大寫 大寫 這樣你就知道齁 有的真的 有些字比較都會混淆齁 那 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們在右上角這裡 不是也有這個嗎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一般我們只會用到一個啦 所以它只有一個讓你去輸入 你就不能一次輸入兩個 好 那所以 但是那個不影響我們寫成字 它只是做debug用的 好 那 我現在的這樣ok了 我就執行看看囉 我們執行看看 看有沒有偵測到它的 等一下 我有一個弄錯了 你知道在哪裡錯了嗎 你看我丟出來 這裡有沒有改 沒有改 沒有改對不對 所以就偵測不到 這樣有了解吧 所以 所以 反正寫成字只有兩種結果嘛 一個是零分 一個是100分 沒有那個99.99的 純金就不好 哈哈 好就是一定要完全正確齁 所以我按執行 看看有沒有 嗯 沒有 那我就要再確認一下囉 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弄錯囉 Q Q 一是小血 蛤 Q 一是小血 對啊 你看 找錯了 你不行對不對 應該有 有了有沒有 那就靠你啦 不是 你不能喝茶耶 光明要靠你 現在小於0.4 要亮它嗎 好 它已經打開 手電筒 好 有沒有關掉 這樣有 發現我們這樣互動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有沒有讓你寫到程式 沒有 只有 叫人要叫對 哈哈哈哈 好 那就讓左右鄰居玩一下囉 OK 如果兩人寫 這樣 用兩舉拜時寫兩碼不一樣 蛤 兩個 喔 因為這樣是同時執行嘛 對 所以就看 誰 誰最後控制 最後 發出指令的人 是最後到 所以就是由那個人控制 不過原則上 說實在 因為 還是要避免這種情形 避免這種情形 避免多個人控制 除非你有勾 那個協同控制 這樣才可以 只是 就是 一下我要控制他 一下另外一個層次要控制他 他就 因為我意思說 剛剛我們兩個人寫 可能我們兩個人寫的 對啊 我指的是 對對對 就是說 到時候接收到哪一個 命令 然後他就做那件事情 只是如果 命令來得很近的時候 也會搞不清楚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各位 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就可以比較明顯感受到 WebDuno 他好 好用是在哪個地方 因為他就是透過物聯 我們所謂的物聯網 所以只要你的網路 有通 有順暢 就 你要完成這些動作 就相對容易 當然 他的缺點也在這裡 你今天網路不順 或網路不通 很抱歉 這一切就都沒有 好 所以有他優點也有缺點 那就看 就是我們怎麼去選擇 這樣子